兄弟们,今天咱们来讲点不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把这期视频给你的女朋友或者女性朋友看 因为今天的内容,关乎到你们以后能否健康成长 不要觉得我这么说有点云里雾里 具体啥情况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 是归于男生的几个小秘密 且听我娓娓道来 首先第一个,我们男生其实需要换蛋蛋 怎么样,这个消息一说出来 我相信不仅女生对这个事完全不知道 肯定连很多男生也不知道 因为说实话,就前渡君本人而言 在被科普这个支持之前,也是没有概念 并且知道后也是大为震撼 要知道蛋蛋一直都是男人极其脆弱的部位 磕不得碰不得更加打不得 如何360度无死角的保护这个问题都还没解决 怎么还能直接动手术去除或者换一个呢 那不得疼死啊 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 需要在咱们的一生中有换蛋这个选项出现 还得认真看一下接下来的内容 首先换蛋这个事 其实和换牙是一个道理 蛋蛋也是有新旧更换的 并且每隔5到7年 蛋蛋就会完成一次新旧更换 在古代的时候由于人们经常吃不饭 从而导致营养不良 旧的蛋蛋就会被人体吸收 但如今科技发达的今天 我们的身体不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状况 并且还有一些人本身进化的原因 就比如说智齿 旧的蛋蛋就会在吸收的过程中变得缓慢 从而容易发炎生病 要知道男人对于蛋疼这件事是相当重视的 真是超级痛 提合网上那些曾经有心体验过 蛋蛋发炎的人群 他们所讲述的感受 就像有人拿着电钻 在你的蛋蛋里脚洞 疼得冷汗直流 硬是撑到医院 让医生检查 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才解决问题 手术的过程也并不复杂 在蛋蛋外侧 刮开一个小口 然后把里面的蛋蛋割掉 再符合伤口就好了 只不过手术完成之后 得看个人体质 身体好的人 三四天基本就可以活步乱跳了 身体不好的人 可能一个星期都下不了床 而我觉得之所以这件事 很多人都不清楚 是因为我们男生也都好面子 即使出了一个这样的事 也会觉得不光彩 都是只字不提 所以有女性朋友 想知道自己的男票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问问 或者暗中观察一下吧 绝对不要强求 毕竟我们都是好面子的主 那么关于男生的第二个秘密 蛋蛋的形态 其实是可以通过外力控制的 这个秘密说出来 可能女孩子还是一脸懵 蛋蛋还有不同的形态 还可以控制是在出什么鬼 不要惊讶 这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小蝌蚪的发源地 是在蛋蛋中的 而小蝌蚪对温度的要求很高 这个温度 是位置在低于人体温度2度左右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 小蝌蚪对温度有要求 和蛋蛋有什么关系 又和这玩意的形态 有什么联系 不要着急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才是重点 我相信屏幕前的男同胞都知道 自己的蛋蛋 有时候是皱皱巴巴的 有时候又会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形态 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我相信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其实这就是因为 和小蝌蚪产生了联动 才出现的现象 我们的身体 总是在默默地 保护着自己的每一个成员 为了能让小蝌蚪 顺利地存活下去 我们的蛋蛋 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达到低于人体温度2度的目标 当我们蛋蛋周围的温度过低时 它就会主动收缩 把内部核心更加贴近人体 从而将温度升高 反过来 当我们蛋蛋周围温度不高时 它就会通过放松的方法 让内部核心远离人体 从而达到降温的目的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男孩子不要长时间洗热水浴 这样对身体不好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小蝌蚪 避免因为温度太高 而损伤惨重 同样的 不要翘二郎腿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这样会让蛋蛋 没办法收放自如 没办法更好的控制温度 对小蝌蚪也是一种危害 所以请多给自己的蛋蛋一点空间 它们也需要合理运动 第三个秘密 蛋蛋其实是一边大 一边小的 其实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很多人都认为人体 本身就是对称的 但在实际上 很多成双成对的器官 左右还真不一样大 就比如说我们男生的蛋蛋 当然这个不一般大 其实也不是很明显 并且常年不见光 也是很难发现到底怎样 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下 在座的各位 确实需要找个时间 好好观察一下 因为如果两个蛋蛋 差距异常明显 那可能就是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其中一个 明显大太多 那就可能是蛋蛋中 有了肿块 更有甚至 可能是阴囊浓肿 血肿 甚至可能是搞完肿瘤 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 要知道上述这些情况 不一定会有痛感 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 或者自己长时间 不注意自己的两个蛋蛋 那等到发现的时候 可就晚了 所以真的要对自己的身体 多上心 或者屏幕前的女性朋友 也要适当提醒一下 自己的男朋友 对她好一点 那么第四个秘密 男人2D的硬汉程度 其实分为四个等级 可能有人听到这个消息 会奇怪 硬了就硬了 怎么还分等级呢 那么这男生们说的玩笑话 硬了 但是没有完全硬 是真的 在这里我想说 这还真是真的 而且这个硬度等级 还是国际通用 还有这详细的描述 就比如一级硬度 摸起来就像自己的嘴唇 或者是豆腐 或者棉花的感觉 而二级硬度 则更像剥了皮的香蕉 或者是湿布包 再来第三级硬度 摸起来的话 就很像摸自己的鼻尖那种触感 或者是带着皮的香蕉 或者沙包 而最后一级硬度 也是第四级硬度 摸起来则更像是 额头或者黄瓜的触感 并且这四个硬度 还经过一系列的调查 而调查的对象 就是女性 得出的结论是 四级硬度 是可以让人满意的硬度 而三级 只能说勉强够用 至于一级二级的话 估计会直接失去 自己的另一半吧 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也别急着难过 一时间跑去医院看看 才是正确选择 那么最后一个秘密 其实每个男生 都和自己的二弟 做过游戏 俗话说男生不瑟瑟 发育不正常 而对于成年的单身男性来说 性生活 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要知道自慰 也是正常的性生活 完全不需要感到羞耻 这种事情 其实就和与自己的伴侣 一起的性生活一样 除了能缓解在性方面的需求外 也能让人临时摆脱 一些负面的情绪 并且从临床的表现来看 这要在自慰的时候 注意清洁卫生 其实是没啥问题的 也没有推荐的频率限制 具体为啥原因 可以去看看 前途军之前的那期 讲杰杂的视频 所以说 生理需求无关男女 让力而行 开心就好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最后再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会因为 在性生活这方面不和谐 而和自己的另一半分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前途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